好,我們來看一下光學共振槍 那我們這邊就是導一些電廠跟I 導一些這些關係 我們需要準備的幾個參數 第一個就是你要知道槍的寬度 然後再來你要知道反射鏡的比率 那通常這個真正的反射率會寫成這個小R的平方 大概就是這幾個參數 那我們其實用到的技巧也就是 等下會講等比數列 這邊是L 然後假設你在這裡想要觀察這個 cavity裡面的這個電廠 因為你這個 剛剛有說這個 共振槍裡面就只有特定的 魔太可以在這裡面 那 第一個你可以觀察到的就是 這個 課本叫做A 你可以觀察到A 那其實A 那其實A之外呢 你有可能觀察到有經過反射的光 比如像它可能比A 經過了多一次的反射 多兩次的反射 才傳回到你觀察的點 所以這個就叫它A 所以這個就叫它A 那經過了這個距離 所以就乘以I-I-K-L 那還要再注意這邊有兩個鏡子 反射的這個係數都是這個R 反射兩次就是R平方 所以你除了觀察到A這個光 你還觀察到A經過反射兩次的光 你還會觀察到 經過四次反射的光 那它就會走4L嘛對不對 剛剛走 這樣子 你把下面這一段 翻上來這就是2L 所以就是走4L 然後反射四次 好 那就可以用這個等比數列 1- 它是無窮的喔 所以就是分母只剩下首相 然後這邊就是公比 好就變成這樣 那你當你想要算這個 照亮 它的這個照度 這個明暗的程度的話 就是把電場給它平方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們就要把上面這個平方 那取絕對值是因為這個是複數啦 所以你要 講一下好了 比如說你這個A加BI 你掛絕對值就是 A平加B平吧 所以我們其實要做的是 把這個十步虛步把它整理出來 所以是 1- 我R平方寫在外面 我R平方寫在外面 然後這個歐拉公司大家應該 略懂 cos 然後是 這個 這個 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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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就是 k2l 然後sin的話就會變號碼 就變-isin k2l 寫一下好了 就是這個是cos的-k2l 就等於它 那這個sin的-k2l 會等於-sin k2l sin會多一個符號,cos不用 然後呢 所以你就是把它變成 上面會直接平方嘛 我們重點在下面 下面是十步 e-cos 而且2kl 的平方 加上虛步 這邊少寫一個r平方 加上虛步的平方 所以是這個 r平方 sin k k2kl 應該沒寫錯吧 我們把它展開一下 反正看一下 到時候跟答案影不一樣 就知道了 這個a平方 課本就直接叫它i0了 我們就用i0就好 所以這邊是1-2r平cos2kl 然後r4次cos平2kl 加上虛步的平方 加上r4次sin 平方 2kl 等於 sin平加cos平 就是r的4次 這個cos2θ有公式啦 對不對 cos2θ 應該沒錯啦 cos2θ的公司是那個 我們課本是 寫一下好了 cos2θ 是cos平方θ-sin平方θ 也可以寫成2倍cos平方θ-1 也可以寫成這個 寫成什麼寫成1-2sin平方θ 應該是沒問題 我們課本的話好像是用這個 那我們就用這個 所以把它 帶進去 減掉 2r平方 然後 1-2sin平方 kl 好 然後所以 再加1 所以我們把r4次 減2r平加1 把在一起 加 4 r平方sin平方 kl 寫在這裡 就可以用 剛剛 有稍微介紹 真正的反射率是這個小r的平方 來代換一下 這個也是一個懲罰公式嘛 變成r平-1 所以就變 寫下r平-1的平方 然後小r平方就是大r嘛 小r平方就是大r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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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應該可以啦 應該可以啦 就是可以交換 寫下好了 就1-r平 跟r-1平方是一樣的 好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加4r sin平方 可以啦 好像就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 i cavity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強度就有囉 再來 這個sine 平方 介於0到1嘛 本來sine是在-1到1之間 平方當然就是在0到1之間 所以 所以你可以找到最大的i 就是它 就是它 你要它最 你要整個最大 你就是要分母最小嘛 所以就是它是0的時候 就是它是0的時候 好 所以看一下 對不對 對 就是這樣 好 所以現在有i max 再來第三個我們要找的是 穿透的部分 這課本有沒有寫呢 讓我來偷偷的翻一下 誒 課本沒有寫 看一下我的筆記有沒有寫 答案是這個 1-r平 就是分母再多1-r平 那那那 那怎麼算 呵呵 好 先不管怎麼算 反正我們先算到這裡 這個答案是什麼 這個答案是 1-r平 然後加上4r sine平方 kl 然後上面變成 1-r平方 好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怎麼算 最後這一個東西